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歡迎計畫科學家顏基鴻 目前他任志於中研院天文所 他將為我們帶來怎麼利用Python 探索宇宙 讓我們掌聲歡迎顏基鴻 謝謝各位 首先很感謝有這一次的機會能夠來到PyCon 跟大家分享我們怎麼用Python來探索宇宙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使用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幫助我們控制望遠鏡 然後分析望遠鏡得到的程式 好的 那不好意思 由於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我們稍微延遲了一點點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顏吉鴻 那麼我現在認識於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看一些Youtube的話呢 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Y博士 我跟台視有一些科普影片的合作 或是在GikHub的社群上面搜尋我的名字 CHYN26 請問這個有投影筆嗎 這個有投影筆嗎 就是 OK好 我看到 謝謝 那 這一張投影片呢是我們的銀河 在這個銀河裡面呢我們發現有很多不一樣的心體 有星星有暗的地方 這一張銀河的照片跟我們在幾千幾百萬年前 之前的古人所看到的都是一樣 每當夜晚我們看這個夜晚的星空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我們從何而來 宇宙要從何而來 又要從何而往 千百萬年來都是同樣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會有很多對於宇宙的想像 比方說 在我左上方的這張圖片呢是 克普勒對宇宙的想像 也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我們古人的想像 它是每一個心體呢 從裡面到外面一個一個 建構成一個和諧的多面體 右上方呢 是一個典型的印度教 也就是印度裡面的傳統呢 說明說它是一個 宇宙呢是一個 宇宙是最上面 我們的世界是在最上面這個地方 然後呢被幾隻大象給撐著 這大象呢站在一個烏龜的上面 那這烏龜呢又站在一條蛇的上面 埃及人認為這個宇宙呢 是在一個女神的身上 那中國人認為呢天原地方 那有青龍白虎珠雀跟玄武 在四方正守我們的宇宙 這是我們對宇宙的想像 神話的 然而呢我們現在對於宇宙的想像跟認識 其實是一個自我不斷放逐的過程 怎麼說呢 我們以前認為我們的宇宙呢 地球就是我們的全部 我們很早很早就知道 其實我們人類是很進步的 我們人類很早就知道地球是圓的 在希臘時代我們就知道地球是圓的 我們認為地球呢是宇宙的中心 那可是呢哥白尼地洞說告訴你 不是地球呢只是太陽系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在這張圖裡面呢 這張圖裡面呢我們裡面其實沒有把太陽 我們把紅色的標點呢就是我們地球現在所在的位置 太陽才是宇宙的中心 我們地球被放逐到另外一邊 如果我們再對宇宙認知多一點點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太陽其實也不是我們宇宙真正的中心 我們太陽的附近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跟我們一樣的星星在這個 跟我們一起圍繞著銀河系在公轉 所以呢銀河系在某個意義上面來講 才是我們宇宙的中心這是銀河系 這是銀河系的圖 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太陽系在這個地方 所以銀河系就是宇宙的中心了嗎 那也不是 因為我們在更遙遠的地方 我們很多很多星系組成我們的本地星系群 那甚至還有更大的結構 所以呢我們目前對於宇宙的認識呢 其實就是一個自我不斷放逐的過程 我們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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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變遷下來 其實我們這個宇宙其實龐大無比 沒有一個所謂的中心 沒有一個所謂的中心點 所以我們對宇宙的過程 其實第一個是要一個 是一個自我不斷放逐的過程 我們從中心偏移到偏遠的地方 我們不是宇宙 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地位 然而最令人震驚的事情還不是這樣子 我們的宇宙真的了解 我們對宇宙真正的了解 其實太少太少了 這個是我們目前對宇宙了解的圓秉圖 這個圓秉圖告訴我們 宇宙有73%是暗能量 裡面有23%是所謂的暗物質 我們真正在生命當中 我們所看得到的你我啊 這個桌子啊這個電腦 拍抗這個年會 這個我們叫做一般的物質 我們叫做barium matters 這種叫做一般的物質 這邊通通加起來 大概是4%左右 換句話說這個宇宙裡面 有96%是我們通通都不知道的東西 也就是暗能量跟暗物質 那每次呢 我都跟朋友 我都跟新朋友介紹我的職業 他們說你是做什麼的 我說我是研究 我是天文學家 我是研究宇宙的暗能量跟暗物質的 大部分的人呢 對宇宙的暗能量的暗物質 就會是黑暗原力 是不是又即將崛起 OK 那事實上呢 我們對宇宙的了解非常的少 真的對宇宙真的能夠有一個 系統性的認知跟模型呢 我們必須感謝這位重要的先生 他在歐本海末這部電影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配角 但是在我們20世紀的宇宙學裡面 他是很重要的主角 他拿過諾貝爾獎 但是不是因為這個重力場方程式 愛因斯坦提出的這個重力場的方程式呢 原本的形式呢 是上面這個樣子 好的 這是上面這個樣子 那這是一個張亮的方程 如果是物理系畢業的同學 物理系碩士班的同學 碩博班的同學 基本上面呢 就要能夠用 能夠求解這個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其實不難 如果做了一些假設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很漂亮的結果 其實在現在不難 但一百年前就需要一些努力了 如果我們求解這個張亮方程呢 我們會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宇宙呢 他是動態的 他醫的呢 他要不呢 就會慢慢的膨脹 要不呢 在某一個時間就會慢慢的縮小 愛因斯坦本人 他其實不太能夠接受這個觀念 他認為不可能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他希望的宇宙呢 是穩定而完美的 所以他希望一個穩態的宇宙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呢 加入了一個宇宙學常述 這個lambda g nu g nu mu 不好念 在這個地方加入了這個宇宙學常述 想要讓這個宇宙是靜態的 可是 事與願違 實際上面 宇宙並不是像寫方程式一樣 把方程式寫出來 宇宙就會照你的方式運作 不是的 宇宙其實不是靜態的 這一位是天文學家 Edwin Hubble 太空望遠鏡就是以他為命名的 他發現一個物理 他觀測遙遠的星系 他發現 離我們越遙遠的星系呢 那他 遠離我們的速度就越快 距離你越遠 越快 這是第一個事實 然後第二個事實呢 宇宙有一個3度K的背景輻射 那你把這兩件事情加起來 宇宙有一個溫度 現在溫度比較低 然後呢 它越離我們越遠又越快 你把這兩件事情加起來 你就會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宇宙它應該是從一個點開始 我們把那個點叫做大爆炸 大爆炸溫度很高 所以呢 越遠的地方離我們越快 因為它會有一個加速度 到最後呢 溫度從很高慢慢冷卻下來 到我們現在的3度K的宇宙背景輻射 所以我們宇宙呢 並不是 我們的宇宙並不是穩定的 再接下來呢 如果我們再去看一下宇宙的標準燭光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有很多的一些背景說明 就是為了等一下下半段 Python出場的鋪陳 比方說我們現在在看這張照片裡面 有一個超新星 這個超新星呢是宇宙的標準燭光 那它的特點就是 不管你怎麼看它呢 它的光度曲線 左邊這張圖是它的光度曲線 它大致上都會長得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標準的蠟燭 我們把 如果它比較亮 就表示這個東西 超新星離我們比較近 比較暗 它就比較距離比我們比較遠 它是一個很標準的蠟燭 我們可以拿這個蠟燭呢 來度量宇宙的尺度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 叫做超新星實驗 這個超新星實驗呢 收集了許許多多 不同的地方的 不同星系的超新星 然後我們來看探 它跟我們 它離我們的速度 相外擴張的速度 跟它離我們的距離 是不是成一個正比關係 不看沒關係 一看就不得了了 這個超新星實驗告訴我們 我們的宇宙是在加速膨脹的 那他們就拿了一個諾貝爾獎 你看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關係 它把所有的東西都量出來之後 它就拿了一個諾貝爾獎 所以拿諾貝爾獎並不難 難的是想法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超新星的實驗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宇宙從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的這塊時間 是正在加速膨脹的 但是我們現在最有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 宇宙它到底要怎麼樣演化呢 以後它會再繼續加速膨脹下去嗎 還是它會慢慢的減緩下來 或者是到了某一個點 它會慢慢的掉下來 這個就取決於這個暗能量的演化 未來它會怎麼分佈 那什麼是暗物質呢 這個暗物質是 一位天文學家魯斌女士 她在觀測星系的時候呢 她發現 在我們的太陽系裡面 我們太陽系裡面是一個很典型的 所有的質量都集中在中心的一個系統 所以越往外面旋轉的速度就越慢 可是呢 她發現像星系這樣的結構 它旋轉的速度 並不是離中心越遠就越慢 它會有一個極直 它離著中心越來越遠 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呢 就這樣會慢慢的變成一個平緩的曲線 這個意思告訴我們說 基本上這個銀河這個系 我們這銀河系 它比較像是一個鐵球 一整塊的鐵球在旋轉 只有鐵球在旋轉 裡面跟外面才會同樣的速度 它像是一整塊的鐵球 那這跟我們的想像就不一樣了 如果說我們再看看 我們的星系團裡面 我們的星系團裡面會浮出X射線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邊有高熱的氣體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知道它很高熱 所以我們可以推估說 它是有多少的質量 但是呢 我們也知道 它有多少發光的地方 比方說在這張圖裡面 發光的地方 我們有藍色的區塊 然後還有藍色的薄霧 跟紅色的薄霧 這個就是熱氣體 在這些氣體裡面呢 我們總共可以看得出來 有85%是暗物質 是你看不到的 它們發出輻射 可是你看不到 13%是熱氣體 只有2%是恒星 所以在我們這宇宙當中 甚至充斥在你我身邊 有許許多多的暗物質的存在 那麼暗物質的分布呢 如果是球狀的 我們就會看到 如果是不同的樣子 我們就會看到不同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有看到 如果它是一個大圓球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折射 是這個上面這個 紅色的這個樣子 如果它是一個像眼鏡一樣的東西 就會看到像第二張圖一樣的東西 如果暗物質的分布是比較散亂的 是一塊一塊一塊結塊的 那我們看到的就會像是重力透鏡 不一樣的樣子 我們會有不一樣 我們去看天文的照片裡面 分析照片裡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樣子 所以天文學家 就是利用Python裡面一些影像辨識的技術 我們就可以在影像裡面找出這類的東西 幫我們解答說 我們暗物質會是長的是什麼樣子 在這邊我們總結一下 什麼是暗物質 什麼是暗能量 暗能量呢 是時空一個本質 廣義相對論它並沒有解釋 什麼是暗能量 它就是在愛因斯坦的長相對論裡 長方程式裡面一個像 一個lambda像 那有可能 我們認為有可能 它是第五種作用力 那暗物質是一種未知的例子 它只跟重力交互作用 那目前我們市面上 或者是我們台面上 所有想要偵測暗物質的 直接偵測的實驗都還沒有發現 決定性的證據發現它們的存在 或許我們可以寄望 下一個世代的大強子對撞機的實驗 那我們宇宙的命運會怎麼演化呢 就取決於暗物質跟暗能量 這占了宇宙96%比例的物質 我們目前對它都一無所知 會怎麼樣 他們兩個的相對比例怎麼變化 如果說暗能量不會變弱 它一直是這樣子的一個程度的話呢 宇宙會一直的往上加速膨脹 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撕裂 因為它是一個負的真空能量 如果暗能量變緩慢了 暗能量變弱了 暗物質沒有變化 那麼我們宇宙就會進入一個 大潰縮的一個時代 這個就是宇宙未來的一個命運 我們怎麼知道 宇宙以後怎麼會變化 如果我們跟超新星的實驗 一起比較一下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出現在 超新星的實驗告訴我們 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宇宙的命運是怎麼樣演化 但是我們怎麼預測宇宙的未來 這一部分我們幾乎是一無所知的 通常故事講到最後 就要有一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 英雄人物登場 那我們就是利用一個新的望遠鏡 也不是新的望遠鏡 就是一個大型的望遠鏡 這叫Subaru 我們裡面有一個計畫呢 叫Hyper Spring Cam 它是負責用來拍照的 另外一個計畫呢 PFS Prime Focus Spectroscopy 主焦點多目標光纖呢 就是利用這個望遠 這個儀器呢 我們就可以用來蒐集來自 光譜的訊號 這邊有一個簡短的影片 它跳掉了 我們再試著播放一次 陳如我說的啊 剛剛我們就是在宇宙裡中 看到很多很多這樣小小的星系 那每一個星系呢 都來自一個 都來自 每一個星系呢 都是像我們銀河系一樣 這樣大小的東西 那他們的光子 從約億萬的地方 發射出來之後呢 抵達我們地球 抵達我們地球 望遠近位於夏威夷的毛納季風 很可惜 他不願意讓我播放 好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這個投影片 我們等一下會放在網路上 這影片我們放在網路上 讓大家 讓大家參考 那麼重點就是說呢 我們有一個儀器 那它會負責收集 我們有一個這樣子的儀器 我們有一個這樣子的儀器 它會負責幫我們收集 來自遙遠地方的 星系的一個光線 這個系統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是Prime Focus Instrument 這上面呢 有許許多多的光線系統 用機械手被組成的光線系統 從光源進來的光線呢 從被PFI這個 這個儀器 這個光線系統收集之後呢 會透過相當長的一段光線 然後把它送到這個光譜實驗室裡面 把它變成 把它光譜解析出來 然後我們天文學家就得到這些影像來解析 那重點呢 是我們就要把這些 控制這個大型望遠鏡 直到我們想要的地方 然後利用 然後收集這些光線 所以我們怎麼用Python 控制大型望遠鏡呢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 Hub 我們有一個Message Hub System 那這個每一個主控程式 我們都是Tron 這是為了紀念 非常早期一個電動玩具 叫做Tron 光創戰記 可能各位會有聽過 那每一個控制的子系統 我們都把它叫做actor 如果今天我控制相機 那我們就叫做相機的actor 如果今天控制望遠鏡 我們就把它叫做望遠鏡控制actor 每一個有個actor 那每一個actor呢 中間透過TCP IP 來傳遞訊號 那所有的控制呢 都是由一個叫Stage Manager 類似於像我們Service Controller 來做控制的 那純粹都是用Python寫成的 非常非常的純 除了底層儀器控制 有一些C語言之外 大部分儀器之間的溝通 都是用Python 那麼怎麼去做到這個控制呢 原本在早期呢 我們的望遠鏡的方向高度 它的對焦 它的圓頂的控制 就是跟它的基地的旋轉呢 都是通過這個控制的系統 然後傳遞給User Interface 那我們Message Hub System呢 就有點像是搶劫這些訊號 從中間呢 我們把這些訊號 利用TCP IP 攔截出來之後呢 跟我們底下的底層的一個訊號 跟做溝通 比方說PFI就是放光線的系統 然後定位光線的相機跟光譜儀 那所以這些東西呢 等於是一個在望遠鏡系統上面的外掛 因為我們不能夠真真真正的去修改這望遠鏡 因為這望遠鏡已經運作二十幾年 所以我們只能類似用外掛的方式 去把它的訊號給傳遞的訊號 pick up起來 那好在TCP IP這個訊號是廣播式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麼這是一個相機控制的小小的一個example 我們是這邊有一個MHS System 就是我們的Message Hub 我們的相機呢 是有一個相機的actor來控制的 那裡面控制我們的相機 那我們的這個控制程式呢 我們的監控的程式就是這樣一個gooie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相機所有的訊號 然後下曝光的指令 那這些東西呢 就會在一個所謂的stage 這個Message Hub System 就是給我們的一個stage 讓它能夠好好的表現 每一個actor 控制actor都可以這樣好好的表現 那我們當然也引用了比較現代化的開發流程 比方說我們現在用 這是Jira 那我們有白金級的贊助商是我們的贊助商 代理商是我們的贊助商 那也使用比較現代化的開發流程 例如我們把所有的call都開源放在Github上面 如果你覺得這些call對你有用的話 或是你想貢獻的話 我們也歡迎你可以提交你的pool 那我們的溝通呢 是透過slack 所以是非常現代化的開發流程 跟大型的軟體開發公司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兩樣 我們甚至在最近也引用check-gbt 加速我們的開發 例如我們利用check-gbt 開發一個次系統 原本這個次系統的開發 可能要兩到三個禮拜時間 但是我們可以縮短到兩到三天 就可以把這個次系統也開發完成 所以這個是我們利用python 去控制大型的望遠鏡 接下來呢 我們怎麼樣 我們就會解說 怎麼樣把精確的把光纖移動到正確的位置 這個的難度有多難呢 如果你有一個一塊 我身上沒有一個一塊錢的硬幣 但是呢我這邊手上有一個筆尖 這邊上面的筆尖呢 大概是一個 大概是一個millimeter 在18公尺外就是我們會議室的最後一排 最後一排 最後一排 你要能夠控制這個筆尖 能夠看到十分之一個筆尖的這個程度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要的精確度 大概就是十個micron左右 我們的定位呢就是希望能夠把所有的光纖 目前在膠平面上面我們很多很多的機械手臂 每一隻機械手臂就跟一隻筆這樣大小差不多 我們要到把它放到固定的位置 讓星光從上面掉下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是用微型機械手臂 組成光纖陣列 這個微型機械手臂呢 它就像我們的手臂一樣 我們的手臂有軸可以伸展 那我們有肩膀可以做360度的旋轉 那這基本上呢就是這樣一個 左邊的影片呢就展示了怎麼做這個伸展 那我們把2400根這樣子的機械手臂集合起來呢 我們就會得到另外一個 一個平面上面我們有2400個機械手臂 那我們就可以控制這些機械手臂 讓他們到他們想要的地方 比方說在這個影片裡面我們控制他們 排成一個幾個英文數字 那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排成這邊就排成幾個 這邊就有一個PFS 那我們這個就讓影片 我們就可以隨著時間慢慢進行 那這個影片就越來越不穩定 那又不讓我 他的影片我們又沒有辦法播 那沒有關係 那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會把影片放在網路上 讓大家可以 讓大家可以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放在網路上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好 那我們要機械手臂 好 那我們怎麼 我們怎麼去把這些機械手臂應該有的位置定位出來呢 我們應用了電腦視覺技術 這電腦視覺技術呢 其實就跟我們用坐自駕車這個差不多 我們怎麼去認一個圓一個方形這個東西 那我們用的是 hub circle transformation 把這些圓找出來 因為我們機械手臂 它基本上會在一個地方做圓周運動 所以我們就持續的去曝光 那它運動的軌跡就變成一個圓 我們去把這個圓給認出來 這個是自駕車裡面 把圓跟方找出來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利用電腦視覺技術呢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2400多根 光譜的位置大致上給定位出來 那下一步呢 我們就要進行更深一步的校正 我們怎麼校正呢 校正的過程我們一樣也是 全部都是用純粹的python才寫的 主要就是用py 主要就是電腦視覺open cv 然後numpy 然後圖形視覺化的程式 比方說map plot library這些套件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圓形手臂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走的方向 也就是我們的手肘可以這樣轉180度 所以這個是它轉180度的部分 好還有這張上面這張圖是轉180度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肩膀的部分 肩膀的部分它可以360度轉對不對 那360度轉呢就是這個部分 360度轉 首先我們要知道它圍形的機械手臂 它轉的方向是怎麼樣 比方說有些機械手臂它可能沒有辦法轉到 走的部分沒有辦法轉到180度 我們就要先把它圍形機械手臂能夠到的一些幾點 先把它找出來 第二點呢 我們要把移動的速度 它到了它每個地方 比方說有時候它會關節卡卡 就跟我們人一樣 我們的運動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是均速的 所以我們要去校正這個每個運動的過程當中 它的速度會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第三個呢 是我們要做一個速度的最佳化 我們要去微調一些參數 讓它能夠大致上所有的機械手臂 都能夠到一個最佳化的速度 那方法很簡單 就是把它跑完不同的速度之後呢 利用線性的回歸找出一個可以的速度 我們想要的速度 然後做設定 這邊的脂肪圖呢 實現是我們 實現是當初出廠時候 我們每一根每一根不同光纖得到的速度 那另外一個 如果是實現的脂肪圖呢 也就是比較空心的脂肪圖 就藍色部分是出廠時候的值 那這個黑色線呢 畫出來就是我們經過微調過之後的 所以大部分的 我們都讓它能夠在固定的一個速度運動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做一下實際的驗證 我們把它放到望遠鏡上面 我們會看看 來讓它動一動 看看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把它放到望遠鏡上面 我們先 這張圖呢 就是我們把它放到望遠鏡上面 在去年的11月跟去年的9月 我們把它放到望遠鏡上面 然後讓它的手臂全部轉動一圈 我們來看看它的準確度 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這裡的單位呢 左邊是它誤差的分佈 我們是用vector plot來表示 也就是說它的長度 這每一個vector plot的長度呢 是0.5mm 也就是比你手 如果你有1元的硬幣拿出來 它裡面會寫一個1 那個1呢 大概就是 大概比一個mm要小一點點 大概就會是那個程度 大概0.5mm 就會比那個1那個筆畫還要小 那總格來講呢 我們這x跟y方向的單位呢 是59個micron 0.059個micron 誤差是59個micron 大致上是你頭髮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你如果看一下你上面的頭髮 我們可以精確地定位 把它的中心定位到頭髮的十分之一 這個程度 實際上如果我們去移動看看 把所有的望遠鏡 把所有的光譜移動到我們要的位置 我們實際上去看星星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移動完之後得到的結果 大部分呢 90%以上的光纖 它離的位置都是在5個micron以下 也就是它不會離我們 讓它想要到的位置呢 都非常的微小 那這個有什麼樣的應用呢 其實這個在工業界或商業界 產業界應用的話 就是我們能夠辨別這麼微小的距離的話呢 對於我們機台的製作 或是線檢測會對非常的有幫助 那這是我們最近的一個實驗 我們真的實際上去觀測行星 觀測星光 也就是我們想要的目標 我們得到的差別呢 大概是10跟6個micron 我們這個字很小 我們把它標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概是10個micron左右 這個角度的差別呢 是0.004度 非常非常的微小 那我們現在的目前我們這個儀器呢 還正在做進一步的校正 我們預計即將在明年的4月份 明年的年初 明年年初或今年的年底 就開始科學性的觀測 所以在這邊呢 就讓我稍微做一下總結 目前宇宙學的聖碑呢 就是有兩個 一個是暗能量 一個是暗物質 那Python呢 已經成為一個科學界 非常受歡迎的城市 無論是儀器控制 或是後續的資料分析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就跟各位分享 我們怎麼利用Python 來控制我們大型的望遠鏡 然後進行資料分析 儀器的校正 甚至達到非常驚人的精確度 那台灣其實是有能力參加世界級的研究 那最強的多目標光譜即將上線 如果你對Python 進行這類科學研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GitHub上面搜尋我們的專案 最後謝謝各位 那不好意思 因為器材的關係 讓各位有一些延誤 那我的言言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好 這邊有一個QA問題 做一個工程師需要哪些知識 參與這樣的天文專案 只要你有熱情就可以了 基本上面呢 基本上面我們天文所需要的整才 基本上 小時候我認為學天文 不學天文我會終身遺憾 學完了天文之後 我發現是遺憾終身 因為天文需要的是不同學科的領域的 所以你有熱情就可以 Which program language was used to telescope control before you migrate to Python how do you benefit from using Python 我要用英文講嗎 OK The main control computer language is probably using the C language because C is still the industrial standard in this kind of instrument control but the benefit of using Python is that we can fast the building of working model to verify our thinking is correct so in the future we can use this kind of working model and give them to the telescope manufacturer so let them to rewrite them as a C so we can enhance the speed 然後比較遠的地方 比較早期的 因為我們速度越快 是否可以早期比較 噢 分離的速度都逐漸區緩 噢 不是這樣子的 比較遠的是早期的宇宙 那剛好離我們越遠 那個線如果是一條弧線 不管是從前面跟後面看起來 都還是弧線 所以我們的宇宙 是從以前到現在 是逐漸的變快的 那這個可以 我可以再仔細解釋給你們聽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解釋給你們 因為接近近代 彼此分離的速度 還是我們在 這個分離的速度 是越來越快的 所以我們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 是宇宙正在加速膨脹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在哪裡報名參與呢 我們天文所 如果你是大學部的學生 我們天文所在每年 都有暑期學生計畫 那如果你有興趣呢 你可以注意 我們中文院天文所的招募訊息 變真人了 那我們會有真不同的 我們最近有真寫 影像軟體的工程師 那你需要寫python 那也有真寫 分析科學影像的這些工程師 光纖機的手臂 當然也是python控制的 我們的python非常的純 這一批很純 那是否有套件能方便 觀測資料 對有興趣的玩玩之間 就有分析資料 翻譯天文性的過程 這一部分呢 是有的 我們天文學有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我們的資料 在一年之後都是公開的 不用錢的 天文學的望遠鏡 我們珠寶的望遠鏡 運轉一天是100萬台幣 一年的話就是3650萬台幣 但是我們觀測完了之後 這些資料呢 在一年之後 我們都會免費奉送給所有的 都會開放 對全世界開放 所以即使現在我們也可以開放到 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望遠鏡的資料 但是我會建議發現天文心智的過程 其實我會建議各位去重複經典的實驗 比方說之前2006年拿到諾貝爾 諾貝爾獎的不是有一個超新星實驗嗎 如果你收集到更多超新星 搞不好你可以把這些超新星的實驗做得更好 可以提出一些更不同的見解 重複過去的實驗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條路 接下來是機器控制的通訊協定是Mobus over TCP嗎 有些是有些不是 那有些 因為我們全部的機器 我們等於整合許多許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是來自於不同的Vendor 所以有些是有些不是 提到第五種力可能得說明一下前四種 沒有錯 但是因為需要比較困難的物理學的知識 那主要這四種力呢 可能就是強力 弱力 電磁力 跟重力 那第五種力可能還不在 還沒有出現 所以我沒有很有信心 可以提供slide的GIT連結嗎 沒有問題 等一下我們就會馬上把slide放上網路 那暗物質本身的能量 是不是有絕對零度的存在呢 絕對零度是存在的 暗物質本身有能量嗎 只要有質量就有能量 但是它們能不能互換是一件事情 那暗物質有質量的話 交互中會產生重力波 是否可以用重力波觀測暗物質呢 謝謝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正在嘗試 觀測太粗的重力波 所以這些太粗的重力波 但是因為越小它的 重力波的波長跟質量有關係 如果它的質量比較小 它的波長就會變得更長 所以可能在某一個時期上 你要建造適當的波長的 你要偵測這些暗物質的變化的話 那就需要特定波長的 那這波長就不一定能夠辦到 但是如果是偵測宇宙大爆漲開始時候 產生的重力波 最近的確是有些科學成果的 那我們的Q&A就到這邊 那等一下我會待在R0的交流區 如果各位還有問題的話 歡迎也可以來提問 謝謝各位 謝謝